前世,我和妹妹得到系统奖励 她抢先选了700万,我得到高考700分 结果她几年挥霍掉所有钱,债款缠身 而我华清毕业,年薪百万 几次要钱无果后,妹妹将我推下天台 我们一同重申回了高考前 这次她迫不及待选了700分,成功考入华清 还抢走了我的官二代男友 不好意思,姐姐,你的人生归我了 我笑了,投胎到了罗马的猪 她也还是一头猪啊 后来,我揣着700万存款 以省状元的身份被招生败抢去了华清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和安然重生回了高考前 耳边响起冰冷的提示音,和前世一字不差 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请选取奖励 一,高考700分 二,存款700万元 我艰难的一开视线,看见了对面神色呆滞的安然 她错愕呢喃,系统奖励,700分 回过神,她毫不犹豫地喊道,我选700分 她冷笑,有了华清北大的文凭 我这回害怕挣不到700万 叮,任务奖励已到账,高考700分 而我则得到了存款奖励,700万元整 安然得意地看着我 姐姐,这只文凭可比你那700万之前多了 我没说话,看着那张骄纵得意的脸 我知道,她也重生了 前世,我和安然同时获得系统奖励 面临选择时,她抢先选了700万 要700分有什么用? 就算考名校,出来还不是要给我打工的 高三剩余的时间,她怀揣巨款,无心学习 逃课,化妆,酒吧里撒钱玩 用她的话说,我已经财富自由了,还学习做什么 后来,她高考失利 出过散心后,又开始了极度放纵的生活 短短几年,700万便挥霍一空 可她一无所长,匮乏的灵魂撑不起膨胀的欲望 便开始偷偷贷款 利滚利滚利,到最后以债款缠身 走投无路时,她将目光移到了以年薪七位数的我身上 几次要钱背剧后,她含恨将我推下了天台 凭什么你靠着700分的成绩风生水起,我却只能负债累累 那分数本该是我的,都是你抢走了我的人生 所以,这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700分 那天夜里,我听见她压低的笑声 不好意思,姐姐,你的人生归我了 我装作熟睡,心里却冷笑连连 系统只是给她700分的成绩,又没给她700分的能力 她不会真的以为,一头投胎到了罗马的猪 本质上就不是猪了吧 距离高考还有半年 我凭借前世的基础,在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 而安然知道自己会考700分,便心安理得得白烂了 每次小考成绩出来,她都不屑一顾 现在的成绩证明不了什么 我高考可是能考700分的 对于我的努力,她更是嗤之以鼻 别白费力气了,你上个大专也挺好的 她一直以为,我前世的700分是系统的功劳 可实际上,我从未寄希望于那个悬而又悬的系统 前世她放纵祥乐的每一分秒,我都在刻苦学习 甚至那个奖励前世,还卡我的爆 我原本估分在720分左右 而因为系统奖励,我最终的高考成绩是700分整 众活仪式,这次我的目标是省状元 终于迎来了高考,我也很期待 众活仪式,没了系统奖励的bug存在 我究竟能考多少分 高考后,安然逢人便说她估分700 最初是没人信的 直到对过答案后,天啊,安然,你这次应该真能考700分吧 感情里平时都在扮猪吃老虎啊 长得好看,成绩又好,不敢想象你爸妈要有的多宠你 安然得体的笑笑,成绩说明不了什么呀 就算安诺考了大专,她也还是我姐姐 安诺,立马有人戒查 就她平时的成绩,能考二本都是你家祖坟冒清烟了 嗨,祖坟冒一次清烟就够了 她家要是冒两次,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一众功为生中,还有周让 我的,男朋友 成绩好,样貌好的官二代 此刻,她一脸温柔的看向安然 说实话,你比你姐姐优秀多了 希望我们都能考上华清吧 安然的目光越过她,看向我 眼里尽是得意 好啊,当晚 安然将我拦在家门口,姐姐,你男朋友好像 更喜欢我呢,她刚才给我发消息 表白了,是吗 我赢得不嫌不淡,那就送你了 这么优秀的男朋友,我就不和姐姐客气了 毕竟,周让说她觉得我更完美 更喜欢我,我笑了笑 她真以为周让是什么品质优良的富二代吗 骨子里就是个心里扭曲的变态 前世,我及早发现她的真面目,提了分手 可另一个女生就没那么幸运了 某戏花生日当晚坠楼 凶手正是她当时的男朋友 周让 可惜,前世忙着纸醉金迷的安然并不知道这些事 既然她想要这种变态做男朋友 那我就成全她好了 高考初分时,爸妈都围在安然身边 我妈紧张地问她 然然,你真有把握能考700分 当然了,安然气定神闲地喝着茶,肯定能考700分,放心吧 几分钟后,安然登陆查询系统,我妈的尖叫声很刺耳 真是700分,真不愧是爸妈的宝贝女儿,太争气了 我爸也乐得合不拢嘴,好,爸就知道我宝贝女儿可以 安然忽然转头看向我 姐姐,你考了多少分啊 提起我,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妈瞥我一眼,她 能考上二本线,我都谢天谢地了 给她交的学费,都交去了狗肚子里 这么多年,浪费家里多少钱 行了,我爸看了一声,说这些有什么用 反正她也带了 能考到二本,就自己申请助学代去读 考不上刚好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奚落声中,安然一脸无辜地看向我 姐姐,你别难受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可以走 过两天,让妈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 早点结婚家人也挺好的 我妈揉了揉安然的头发 然然说的对 先不说她了,妈去给亲戚们打电话报喜 老啊,你快去看看咱们是最好的那几家酒店 升学院还有没有位置了 我爸应了一声,忙去搜酒店电话 安然则出门去和周浪约会了 房间里只剩自己时,我打开了查询分数的网页 安诺 成绩,处于屏蔽状态 意料之中,我只能继续等 晚上,爸妈忙着下厨给安然庆祝时 敲门声响起 门外站着几位记者 请问这里是安诺同学家吗 我爸中媒 是,他是惹了什么麻烦吗 没有没有 记者满脸笑意 我们是想采访一下咱们的省状元 省状元 我爸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你们是想采访安然吧 说着,他朝着身后高声喊道 然然,快过来,有人要来采访你 我妈忙带着安然过去 然然,你居然是省状元啊 真给爸妈争气,不像你姐 刚才亲戚们问他考得怎么样 我都不好意思和人说 安然笑笑 眼里的得意之色几乎要压不住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今年的省状元 话没说完,便被门外记者打断 等等,这里不是安诺同学家吗 今年的理科省状元不是安然 是叫安诺 06爸妈对视一眼 愣住 安,安诺 你们弄错了吧 我妈一把拉过安然 我们安然考了700分呢 安诺他能考400分都不错了 要有省状元,肯定是我们安然 700分 门口记者明显也愣了下 随即笑笑 您家这位女儿也非常优秀 但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省状元安诺同学 他的高考成绩是738分 不可能 安然再忍不住 惊呼一声 就他那成绩 怎么可能考700多 一定是你们弄错了 错不了 记者不耐打断 随即看向我 你就是安诺同学吧 我是 一众记者蜂拥而上 将我围住 安然被挤到后方 看向我的很利目光和前世如出一辙 然而 这次他只能看着我在镜头前笑容得体 应对自如 不想所有灯光与掌声 爸妈也被拉着采访 有什么教育经验 才能培养出省状元女儿 我爸满脸骄傲 笑意藏都藏不住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教育经验 我这个女儿又聪明又努力 我们懦懦打小就聪明 从小亲戚就说她长大 肯定比妹妹还有出息 我妈也故作亲密地拉着我的手 我这个女儿什么都好 就是太要强了 这点随我 与这边的热络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角落里 极恨到抓狂的安然 她瞪着我时 忽然有记者过去采访她 安然忙收回目光 做出一副乖巧模样 还整理了下头发 你们 是要采访我吗 是的 记者将话筒递到她面前 请问有这样的学霸姐姐 你平时学习会有压力吗 你是不是也把姐姐做学习榜样呢 安然笑得很难看 几乎咬着牙说道 是的 姐姐 一直是我的榜样 记者离开后 爸妈团团围着我 我们诺诺居然考了省状原回来 怎么不早说呢 就是 你这孩子 这样的好事还瞒着爸妈 诺诺想吃什么 妈妈去给你做 妈 一旁的安然在忍不住 我昨天 发现姐姐银行卡里 有七百万存款呢 她一脸关切 姐姐 你不会做什么糊涂是吧 七百万 我妈声音尖儿戏 很刺耳 诺诺 你哪来那么多钱 而我静静看向安然 两世为人了 手段还这么直接稚嫩 投资 我淡淡开口 说了两项近期的投资项目 爸妈听得一脸错愕 我妈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 我爸也只是个小职员 根本分不清我说的真假 他们只是满脸兴奋 诺诺 你投资挣了这么多钱 怎么也不和家里说呢 咱家最近过得紧巴巴的 你先拿出来几十万当收货费吧 我笑笑 好啊 但是最近资金都投在了新项目上 拿不出 等资金回笼了 我先给你和爸一人拿一百万 爸妈瞬间围开眼笑 好 好 真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什么投资 那钱肯定在他银行卡里 你们拿着卡去 把钱取走不就行了 闭嘴 我爸打量着我的脸色 姐姐又学习又要挣钱 已经够辛苦了 行了 别说了 咱们出去吃饭 给姐姐庆祝一下 安然满脸气愤 我不去 不去算了 我爸怒斥 咱们出去吃 平时真是把他灌得没边了 房门重重关上 隔绝了屋内安然不甘的嘶吼声 两天后 安然一夜未归 和爸妈说是去同学丁丁家住 他在撒谎 丁丁最近和家人在海南旅游 夜里11点 我刷到安然的朋友圈 我和我的月亮 配图是他与另一只手紧扣的画面 手下是白色被褥 紧接着 周浪的微信也发了过来 安诺 我们分手吧 我勾勾唇 终于等到他提分手了 昏暗台灯下 我打字回他 为什么 周浪 你明知道我那么喜欢你 我不同意分手 你喜欢上别人了吗 一连串消息发过去 终于在第七条时喜提感叹号 我满意的收起手机 周浪这种变态 我若是同意的太干脆 反倒会激起他的不甘于挑战欲 只有让他觉着我舍不得 他才会和我断得干净 第二天 安然回来时 一扫之前阴霾 满面春风 姐 他不经意露出博上吻痕 周浪是我的了 你以后别再缠着我男朋友了 给自己有点体面吧 他已经不爱你了 就算你跪着 求他都没用 安然倾笑 你有七百万又如何 你周浪他家的家底 嫁给他以后可不止七百万呢 看来 姐姐还是没有这个福气 安然 暗叹 做一个变态杀人犯的女朋友 这福气我还真不敢要 爸妈给我们办了升学宴 妈 安然不满地看着现场 不是说给我和安诺一起办吗 屏幕上写着的也是状元宴 我的分数写的也比姐姐小 就因为几十分 你们就这么偏心 听话 我妈搂着他轻声劝道 你巴一面子 非要弄个什么状元宴 妈妈知道的时候已经改不了了 别生气了 等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妈妈给你拿钱去旅游好不好 说话间 一众亲朋迎来 纷纷向我妈献贺 一下培养出两个高材生 你们可真是好福气啊 就是 诺诺可真给你们争气 那可是省状元啊 全国就那么几个 打小我就觉得诺诺聪明 一看他就错不了 安然去吃笑一声 你们那都是老思想了 现在这事到 还可是金钱至上 考个省状元以后 也只是给人打工罢了 说着 他看向爸妈 妈 一会 我给你一个惊喜 周围亲戚们面面相去 我妈也一头雾水 正说着 电厅里忽然又来了宾客 安然连忙扬起手臂 高声喊道 周让 这里 我听见有亲戚议论 周让 他 是不是周局长儿子啊 就是他 周局老来得子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宠得不得了 听说过几天 你要半生学宴呢 安然怎么和周公子 还有关系啊 他的亲戚一样 可不像是同学 安然大大方方的 晚上周让手臂 朝着众人笑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周让 现场寂静两秒 立马有人上前 这是周公子吧 我上次和你父亲 还快吃过饭呢 周局尽人可好 周让笑着回应 挺好的 我妈原本见他 公然带了男朋友来 还一脸怒气 但在听见周让身份后 立马笑开了花 小让是吧 快来 你先坐那边第一桌 一会然然上台之后 也坐那桌 好 谢谢阿姨 周让简单的和众人 打过招呼 目光顿在我身上 听说你考了省状元 他语气温和 听不出情绪起伏 恭喜 安诺 我心意紧 生怕他吃回头草 忙趁四下无人 低声问他 所以 我们可以和好吗 周让 果然 周让眼底那一丝温情 瞬间湮灭 他吃笑 不可能了 我现在是安然男朋友 安诺 你还是放弃吧 别做白日梦了 说完 他绕过我向安然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往嘴里塞了磕糖 傻逼 暑期 安然忙着和周让谈恋爱 而我忙着投资创业 凭借前世多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重申后的信息差 这两月又小赚一笔 大一还没开学 我便已成了小富婆 其实 我本打算给爸妈赚一笔钱 不过 转钱之前 我无意间听见 我妈和安然在阳台里的对话 傻不傻 妈妈当然最疼然然了 你姐手里赚的那么多钱不肯掏 爸妈哄哄她 把钱要来给你买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好不好 安然窝在我妈怀里 哭诉委屈 没开灯的阳台 我妈搂着她轻声哄着 语气温柔 你从小就比你姐聪明 高考那几十分算什么 以后肯定还是我们然然更有出息 那 安然轻声撒娇 妈 你管安诺多要点钱 我还想出国旅游 好 我妈揉着她的头发 语气宠溺 小贪心鬼 快回去睡觉吧 小心你姐出来听见 我安静听着 心里最后一丝气气也彻底湮灭 前世 我考了七百分 父母除了人前把我的成绩 当做炫耀的坛子外 也还是始终疼爱妹妹 我比安然大了一岁 但爸妈自小就偏心这个小女儿 甚至让我晚上学一年 就为了能多照顾妹妹 所以我从小学起 就和安然同届同班 这些年来 我更像是家里懂事的 隐形的背景板 甚至 前世我被安然拖着坠下天台时 也只听见爸妈私生 喊着安然的名字 在他们出来前 我悄然回了卧室 果然 第二天 我妈便握着我的手哭穷 默默 你爸最近公司效益不好 咱家为了 供你和安然上学花了不少钱 现在是真没钱了 要不 你先给妈拿几十万 我也握住她的手 妈你放心 这轮投资再有两个月就能收本了 到时我就转你 你们是我爸妈 是我最亲的人 我挣了钱 我叹了一声 要是然然肯把周让送她的奢侈品卖掉就好了 毕竟她还小 背着名牌包也太招摇 反而害了她 卖了的钱刚好能撑两个月 到时我就能拿钱回来了 听者有心 当晚 我便听见安然房间传来争吵声 妈 你疯了吗 为什么卖了我的包 不是说好了 去找安诺要钱吗 周让发现我把她送的包卖了 一定会生气的 争执声不断 最后安然摔门而去 一夜未归 暑期很快结束 开学后 我作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 安然刚巧坐在第一排 上台时 她死死盯着我 眼里满是疾恨 怨憎恨与不甘 不过 情绪流转间 她却又笑了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我刚外步上台 便察觉裤子腿根处猛地扯开 刺拉一声 格外明显 台下悄然响起议论声 接着 我听见安然故意提高的嗓音 啊 她裤子怎么破了 似乎有笑声响起 台下上千人看着我 有人神色戏谑 也有人皱眉 如果是前世18岁的我 也许会尴尬难堪 会手足无措 可台上的我是内心年龄 已过30的我 错愕过后 我扯出衬衣遮住几分 继续上台 很快有人递来外套 我随手系在腰间 照常演讲 语调激昂 措辞吭腔 台下上千同学 绝没有泛泛之辈 自然也没人会持续关注 那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安然的稚嫩手段 还停留在前世的高中时期 她没想到 众人的注意会都被演讲吸引 央央华夏五千年 悠悠长河要心汉 愿意无辈之拼搏 安守盛世之中华 最后两句念完 掌声如潮 我弯身感谢 下台时对上安然度恨的目光 我知道 裤子的事 绝对是她暗地里动手脚 我并不想浪费时间 同她争来斗去 所以 后来 我也只是在她体测前一晚 给自己点了份海鲜大咖 然后放一些泄药而已 拍照发了朋友圈 妈妈很快打来电话 诺诺 你不是不爱吃海鲜吗 你尝的鲜也就扔了 还不如拿给妹妹了 你妹妹最爱吃海鲜了 等你回家 妈妈给你炖你爱吃的排骨好不好 我委屈咬唇 好吧 然后看着安然一脸得意的拿走外卖 第二天 室友回寝时语气兴奋 听说了吗 今天 隔壁系有女生跑八百米时拉肚子了 我装作惊讶 在操场吗 是啊 跑着跑着 她喊了句肚子疼就往厕所跑 结果跑到一半 当场喷发 室友摇摇头 我当时刚好在现场 结果中午都没吃得下饭 寝室里议论纷纷 天哪 这也太射死了吧 要是我 估计没脸在学校过完 剩下四年了 没多久 我接到了安然的电话 安诺 你故意的是吧 是啊 我翻着书 漫不经心道 你先在新生大会上送我份礼物 我总要回礼才对 安然 好好谈你的恋爱 别来惹我 你玩不过我的 安然忽然笑了 安诺 你做这些 是因为还放不下周浪吧 真可惜 你再怎么折腾 周浪也不会回头了 他与其轻蔑 安然说 他现在看你就恶心 他最讨厌你这种死缠烂打的女生了 似乎是因为找到了发泄口 他心情都瞬间好转 你是省状元又怎么了 我们不还是校友吗 七百万又如何 你知道周浪他爸是局长的韩金亮吗 我毕业了 可以嫁给周浪 他家里会替我铺好路 而毕业时 你那点钱估计早就花光了 耳边讥讽声不断 却全是他空泛狭隘的一响 我摇摇头 挂断电话 怪不得他活得开心呢 我睡前偶尔刷朋友圈 看到最多的就是安然的动态 安然今天带我去吃了超好吃的日料 爱你宝宝送的LV 谁心动了我不说 今天感冒头疼 我便早早洗漱上床 又刷到了安然心发的动态 和安然夜爬鬼笑时了 配图是一张他与周浪的合影 夜幕为背景 安然朝着镜头微笑比叶 而周浪搂着他淡淡笑着 目光却森然 看得人后背发寒 又往下滑了滑 头昏昏沉沉的 我便睡了 一觉醒来 又刷到了安然的心动态 两张佩图 第一张他坐在椅上 脚腕中的老高 另一张照片里 周浪正蹲在他身边替他抹药 倒霉的差点掉下山 还崴了脚 但是幸好男朋友很暖心 看着这熟悉一幕 我墨地想起 前世 似乎也见到了西花类似的朋友圈 当初也是周浪带他夜爬鬼笑时 他险些跌下山 被周浪及时拽住 最终只是扭了脚腕 实际上 后来据周浪交代 他那天原本想要动手的 后来发现周围有人 便临时作罢 看来 安然抢走周浪后 原本应该细花承受的因果 就都转到了他身上 还真是戏剧性 但我并不打算告诉他 说了他也不会信 反悔认为我是嫉妒他 想要抢回周浪 更何况 在意母同胞的情分 也容不得他三番两次杀我害我 我选择尊重他人因果 大一时 我与几位学姐学长 共同创立了工作室 只有我知道 这几位未来会是商界多厉害的存在 我有本金 有钱是多年经验 更有信息差 而他们有着极强的能力与眼光 工作室发展格外顺利 不到一年 我手里的七百万成功翻了一倍不止 学业也从未耽搁 倒是安然 他最初还勤勤恳恳听课 但基础知识实在落下太多 每节课都听得云里雾里 如果没有系统 他原本的高考水平 大概在三百分上下 更何况荒废了两世 在家之后来 他一心扑在周浪身上 更是无心学业了 最近 有高中同学给我发了链接 诺诺 这个主播 是你妹吧 我一货点开 便看见了极为香艳的一幕 安然穿着清凉 对着镜头 做出各种极具勾引性质的动作 虽然只露了半张脸 却还是一眼能看出是他 硬着头皮 看完整段视频 我也运想起 前世听说的 关于细花的传闻 几个字跃然脑海 服从性测试 周浪这个变态 整日扑二打压女友 为了让对方表示自己的忠诚 便逼迫对方 拍摄一些特殊视频 来满足他的恶臭心理 要么分手 要么拍些擦边小视频 发去网上 尺度一点点加大 对方的底线 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中 逐渐降低 直至完全忠诚 前世我只当那些传闻 如今看来 确实如此 而安然明显也不是第一次拍了 甚至 生活中他的着装 也在刻意迎合周浪的喜好 愈发大胆 听说在课堂上 还被老师当众批评过着装 我正为翻看着他那些 不堪入目的视频 这样的安然 重生又如何 重生的 还是前世那个满心欲望 颓然堕落的安然 对他而言 没有了前世系统奖励的700万 空有个文凭 能不能混到毕业证都还两说 周浪就是能让他满足物欲的唯一服务 他早已没有了自我 有的只剩朋友圈里 一张又一张奢品包包 考试前 我妈忽然给我打来电话 诺诺 你们马上期末考试了 嗯 我正在做题 随口应了声 怎么了 你 能不能替你妹去考 什么 我愣了下 握笔的手一顿 我妈似乎也觉得 这话难开口 善笑道 你妹说她这学期有些跟不上 如果挂科了 不考也不一定能过 但你不一样 我们诺诺这么聪明 到时不考也是轻而已 不行 替考被抓严重的 会开除学籍的 我妈忙说道 不会的 你和你妹长得多像啊 到时再弄得刘海 监考老师肯定认不出 你这个当姐姐的 就帮帮妹妹吧 我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偏心 智慧倒也并不觉着难过 只觉讽刺 这件事绝不可能 诺诺 你就 我直接挂断电话 我妈又打了几痛 都被我挂断了 最后 我妈发了条微信 妈妈真的很伤心 别人家姐姐都是 疼着宠的自己妹妹的 你怎么会这么冷血 你自问自己这个姐姐 做了合格吗 我飞快打字 你当姐姐倒是挺合适的 不然我给她当妈 你给她当姐 手机嗡嗡震动 我妈发了一连串的语音 当然 我一条都没听 将消息设为免打扰 继续作题 我不肯帮 安然自己找了人来替考 结果 被抓住了 安然各科成绩均不作数 具体的处分结果 要等考试后再行通知 当晚 安然跑来了我宿舍 一见面 巴掌便朝我扇了过来 安诺 你就是故意看我笑话的是不是 你学习那么好 明明替我考了就好 妈给你打 那么多通电话你都不肯 现在我成绩作废了 你满意了 我一把攥住她手腕 笑笑 还行 如果你被退学 我还能更晚一些 你 安然死命正托 忽然从怀里 掏出一瓶矿泉水 我心意沉 连忙喊着室友一起拦下她 还好室友反应快 在我按住安然时 一把抢走水瓶 这是什么 她皱眉 不会是硫酸吧 安诺 你妹妹 不会这么狠吧 我死死按着安然 冷笑 她有什么事做出来的 月月 帮我报警 警察很快赶来 我们都被带去警局 录了口供 回校后 我直接去了办公室 将安然那些视频链接上 交给了学校 安然近期视频露脸越来越多 已经被人扒出了资料 连带着她是华清学生的身份 也在评论区传得沸沸扬扬 华清的 我的天 学露也玩得正开吗 怪不得大家挤破了头 都要考去华清 斜杠偷笑 我对华清的理解又多了一层 学校对此十分重视 立马着手调查 考试作弊 犯罪未遂 网上发布大量不雅视频 并造成舆论影响 安然这学士保准念不了了 果然 学校的处分结果很快出来 开除学籍 而安然被警方拘留医院 爸妈给我打了无数通电话 我都没接 接了也无非是指责我报警 一或怪我没有招好妹妹之类的话 我也并不打算再回那个家 假期我选择了留经学习 发展工作室 而安然出来后 则回了老家 然而 临近年关 忽然接到电话 外婆去世了 怎么会这么突然 我立马订了回家的机票 收拾行李时 双手僵硬的厉害 那个印象中生如红中 总是用层层油纸 藏起各种好吃的 悄悄赛给我一人吃的老太太 那个得知我是省状元时 唯一一个为喜先哭 先搂着我说一定很辛苦 才取得了这么好成绩的老太太 那个 唯一疼我的老太太 怎么会忽然去世了 听小姨说 外婆是在梦里走的 离开得很安详 没有遭罪 但是 前一晚 她睡前一直念叨 好久没有见到诺诺了 也不知道她在学校怎么样 吃不吃得饱 是不是又瘦了 她念叨了好久 那孩子懂事 总是委屈自己 等她放假回来啊 我得亲自给她炖点排骨吃 可是 她再没能等到我放假回去 关于我少年的记忆 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是姐姐 要照顾好妹妹 只有那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小老太太 会反驳所有人 她还是孩子呢 能照顾谁 她生下来就是姐姐吗 她生懦懦 赶回老家时 外婆已变为墙上冷冰冰的非白照 我忍着泪 浮身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而后上了三炷香 外婆九十多的年纪属于喜丧 家里请了戏班唱戏 十分热络 我正正看着那边的热闹 然后 视线中出现一人 安然 她站在人群后方 阴侧侧地望着我 目光和前世推我下天台时 如出一辙 我冷冷一开视线 葬礼结束后 爸妈主动找我缓和关系 我没有理会 而是去酒店开了间房 晚上 有人敲门 谁 门外响起小姨的声音 诺诺 是我 我这才放心开门 然而 小姨进来后 门外却又喊进来我爸妈 小姨并不知道 我们之间都发生过什么 只以为我是单纯闹脾气 便过来劝我 诺诺 你爸妈特别想你 他们知道你还生气 这不 专门带了你爱吃的糕点过来看你 都是一家人 哪有隔夜愁 对不对 我皱眉 不想搏了小姨的面子 便没有说话 爸妈善笑着将红豆面包递给我 诺诺 尝尝吧 你过去最爱吃的 我扫了一眼 我不爱吃 我从小吃这个 是因为安然不爱吃红豆 所以我只能吃到这个 我一字一顿 我也讨厌红豆 特别讨厌 气氛有点僵 这时 敲门声忽然再不响起 我爸就站在门边 也没问门外是谁 回身就开了门 下一秒 一个人影飞快地冲了进来 安然朝我跑来 双眼心红憔悴 手里还握着一把匕首 凭什么 凭什么所有好处都让你站了 你有钱 有学历 而我只有周让 凭什么他还和我分手 他高高举起匕首 壮弱风膜 安诺 一切都该结束了 再重来一次 我一定会比你过得更好 我死死攥着他手腕 一旁的小姨也拼命拦着他 倒是我爸妈 弄在原地 一点要帮忙的意思都没有 只知道在那边喊 然然 你这是做什么 快把刀放下 别冲动了 然然 安然这回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使足了力气 才将他推开 房门太远 只能拽着小姨躲进了厕所里 反锁上门 我松了一口气 小姨 报警 啊 好 小姨惊魂未定 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 诺诺 你爸妈还在外面 没事 她目标是我不会伤他们 门外是安然发狂的踹门声 爸妈这才知道上前拦她 然然 别闹了 你之前还进了拘留所 这才闹下去 别拦我 拘留所三次反倒更加刺激了她 她低声念叨 只要我和她再死一次 我就能再次做出选择了 这次我要七百万 我也要拿着钱 再自己考个状元 我妈急得快哭了 什么选择呀 然然 你冷静一点 她爸 你快拦着她呀 啊 接着 刺耳的尖叫声自门外响起 我心一沉 似乎出事了 我听见我妈在尖叫 她爸 你 你没事吧 好多谢 很快 门外响起倒地的闷响声 安然也在哭 爸 我不是故意的 但我没想到 我妈第一反应竟是催促安然 快跑啊 你还在这做什么 我把你爸送去医院 他们报警了 安然头也没回 立马走了 我立马拨通了120 开门后便看见爸爸倒在血泊中 腿跟出中刀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蹲下身去探她鼻息 没有了 腿有些发软 我妈从我的表情看出了结果 她一脸的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然然只是不小心刺到她腿而已 又不是心脏 怎么会这么快 她并不知道 腿部大动脉被刺破 会快速致人死亡这件事 只是抱着我爸哭着 忽然 她想到了什么 忽然捡起地上那把带血的匕首 颤抖地往我这边塞来 诺诺 你帮你妹妹一次 好不好 就连小姨都惊住 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就算是亲生父亲 这也是杀人啊 杀人要判死刑的 不会 我妈哭着朝我走来 诺诺 妈会出去谅解书的 不会死刑 你就说你不是故意的 最多盼几年 你妹妹还小 从小又被我们宠坏了 她在里面受不了的 我就能受的了 我妈我这脸哭 那你让妈妈怎么办啊 你妹她已经被退学了 周亮也和她分手了 她再入狱的话 出来可怎么活啊 但你不一样 你那么厉害 就算入狱几年出来 也一定可以过得很好的 我冷冷看她 本就无所期待的心 也在这一刻彻底死掉 我爸这样 你还有心思想着 怎么护你的宝贝女儿 我有能力 所以我就该死 酒店距离警局很近 说话间 警察已破门而入 我爸在救护车赶到之前 就以为了气息 安然无意间 那一刀刚巧刺到了 她腿部大动脉 短短半分钟时间 鲜血呈喷射状 染红了一地 安然逃走 目前仍不知所踪 但我偏心的母亲 一口咬定那一刀 是我失手刺的 和安然无关 只可惜 小姨不肯帮她违心作证 那把匕首上 也只有我妈和安然的指纹 安然落网很快 不是被抓 也不是自首 而是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她慌到了极致 不知该往哪里躲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竟下意识去找了 她认为的唯一救命稻草 周让 而周让得知她犯罪的是 先是温柔安抚 又信誓旦旦 保证她会摆平一切 然后 在安然彻底放松下来时 将她从八楼窗户推下 她趴在窗台上 欣赏她脸上不断变换的表情 震惊 不解 惊恐 后悔 后来据周让交代 她本想伪造安然被罪自杀的假象 只是没想到 八层楼坠下 她竟奇迹般的没有死 二楼的树木起了缓冲作用 安然被路人送去医院 捡回一条命 却也成了高位劫瘫 颈椎以下全部瘫痪 无法动弹 只能勉强吊着一口气 我妈陪在医院 每天只趴在病床边哭 而安然醒后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妈 杀了我 杀了我 我还能重新选择 我不要这样过一辈子 这次我要选七百万 我要考省状元 她哑声嘶吼 杀了我呀 我妈却不肯 只抱着她哭 乖 妈会养你的 咱们会好的 会好的 我妈整日求神拜佛 却并没有神仙显灵 三年过去 安然仍旧没有恢复半点 她每天躺在床上 浑身上下 只有双眼能动 时间渐渐消磨了我妈的意志 她不再盼着最宝贝的小女儿好起来 每天给她喂饭时都毫无耐心 一大勺干巴巴的米饭对进嘴里 尝一的安然快窒息 心情不好时还会低声咒骂 怎么还有脸活着拖累我 当年你还不如死了算了 而她也不再日日给安然擦洗身子 因为常年卧床 瘫痪的四肢与肌肉都渐渐萎缩 身上长满肉疮 小姨曾去看望过 回来不忍地提起 被子一掀 满身的肉疮触目惊心 小姨说 她去时安然已经认不出她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偶尔张嘴 也只是嘶哑地重复 杀了我 我要七百万 我不选了 我要重来 系统再救救我 然而 系统再没有救过她 也没有人能救她 这几年 我妈找过我很多次 却一次都没能见到我 没了老公 没有收入 她一边去打些零工 晚上又要回家照顾 拉了一床的女儿 几年的操劳 使得她的身子急速投资 她求变家里亲戚来劝我 后来有各种道德绑架 可惜我并不吃那一套 如果只是小时种种不公 我现在会承担起 替她养老的义务 然而 当她毫不犹豫地告诉警方 杀人的是我时 我心软 25岁生日那天 我在深夜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耳边响起熟悉声音 却格外沧桑 嘶哑苍老 诺诺 她颤抖着叫我 妈妈好想你 求求你 先别挂电话 好吗 生日快乐 妈妈已经四年没有见过你了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她哽咽 你们都是妈妈的孩子 妈妈也是爱你的 只是 用错了方式 说完了吗 我淡淡说道 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妈在四年前就死了 这句话 莫名戳到了她 电话另一端 她忽然放声大哭 懦懦 妈妈真的错了 妈妈 我静止挂断了电话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一丝轻松 我要如何原谅她 原谅她将我关在家里一年 只为让我陪妹妹一起上学 原谅我 从小只能吃妹妹剩下的面包 穿她穿过的不合身的衣服 原谅她 求我替考 求我替安然顶罪 即便我能原谅 那个被种种偏心困在过去的小安末 也不会原谅 我毕业时 当初的工作室早已成了公司 并且即将上市 我因极准的投资眼光 在圈子里鸣声大噪 未来一片光明 一次 我妈不在家 我回去看过一次安然 她甚至已不成人样 嘴里仍在嘀咕着一些散碎的词 安末 重新选择 这到底是她绝望人生中的唯一期望了 可实际上 她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还没明白 错的根本就不是她所做的选择 她的贪婪 她的欲望 她的恶毒 装装渐渐错事 错综盘杂 早就注定她顾不好这一生 是她的本性 屋里闷热 臭味烟灾难闻 我很快离开 屋外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日期 算了算时间 定下了最近要投资的新项目 一款即将爆火的手机小游戏 狗了个狗 至此全玩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